- 高興情啊 他以前和前妻是你開餐廳 海產店 他以前開餐廳 你做警察嘛 對 我在公公上班 聽說有個女性熟客常常去你的店裡 因為我從小接觸的教育是比較傳統 我們的社長讓我們的教育就是比較保守 所以我當了警察之後跟著學長 其實也學會很多壞事情 那學長他都常常會講幾句話 他說你好兔不吃渦邊草 然後朋友欺你不可惜 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那個成語好兔不吃渦邊草的意思是說 渦邊的不要吃 但遠一點的感覺 真的真的真的 我學長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縱然再漂亮的女人 只要是你周遭朋友的男朋友女朋友 或太太你連想都不能想 正眼看他正眼全五官都不能看 我說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尊重你朋友的太太 你要叫他大嫂或者是弟媳 那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如果一旦你心存心動有歹念 你這個人你就不要跟著我 我那學長的嘎嘎 所以以前只要我們學長帶出來的太太 我們同事帶出來 我們會有那個自強活動去旅遊 我們只要看到學長的夫人 另一半我們頂多就是大嫂你好 或者是我們打個招呼 我們不敢去 你還是有看他啊 但是不敢正視 我只要大嫂來我都戴墨鏡 然後戴墨鏡一下偷看他 因為那個時候會讓我們覺得說 反正他就是我們一個朋友 同事的一個另一半嘛 那相對的我們自己帶我們以前的太太 跟他們一起聚會的時候 人家也是這樣對待我們的啊 因為以前我們前妻一起在做海產店 那海產店它都是差不多四五點開始開嘛 開到凌晨十二點一點一點多嘛 那因為那時候我一個小朋友 才剛出生沒多久 幾歲而已嘛 那他晚上十點就回去帶孩子 你還沒高班 我只要下班沒事我就去幫忙 那幫忙久了 他們有一群女生常常會 阿里阿莎在那邊講的 跟蟑螂一樣嘰嘰叫 也不曉得要講什麼 嘰嘰叫嗎 跟蟑螂一樣就 他背來背去那種 看了就很噁心那種 阿反正就 久了久了久了之後 因為像我前妻他回去的時候 我會留在店裡幫忙 在店裡幫忙的時候 可能他就是他以前的好朋友 也不算閨蜜的 就是算是很他的好姐妹 可能一起會打牌啊 一起回去喝下午茶 這種類似這種人 那偶爾常常他們就晚上八九點 九點多會來 然後我十點多會去跟他交接班 那久了久了他們就會跟我聊天 閒聊 本來是兩三個女生一起來 後來走到身上會剩下一個女生 對他會 就 不算暗示性啊 就直接跟你講 我發現你當警察好像 在我們這邊風評很好 那我可不可以 跟你要電話 跟你 不要給你老婆知道 那我就直接跟他講不行 因為他姿色不好 哈哈哈哈 還有重點啊 開玩笑 怎麼這樣啊 開玩笑 還是只是直接給房間好嘛 真的沒有 我說真的不方便 那時候你幾歲 我那時候三十九 那你的女生幾歲 應該也三十歲 三十歲 如果二十歲可能就會了 十八歲我也不要 我們是有一個正直的心 不能有邪念 但是我 後來我們節目又不是點燈 可是我這樣講也是要負責任 不能講說我嘴巴講一套 私底下做一套 然後呢 然後我就跟他講不方便 可能 這個 我說我這個部分你跟我太太是好朋友 那我現在就沒講 因為他酒喝了四五瓶酒喝了之後 他會很自動一直跟你靠過來 然後假裝會寫什麼字 寫什麼字跟你聊天 就跟你要一支筆 就寫給你看了 寫什麼 就寫一些 電話號碼 沒有 因為以前我喜歡賭那個籃球 NBA 那個是胡人隊 太陽隊 塞爾迪克隊 會跟你研究你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棒球籃球 可是 他是有目的的接近 那也不算有目的 不是 因為他 我現在有女生不太那麼懂籃球 他是為了接近你 所以才去研究那些 其實最主要那時候我自己 第一個 我是一個公家機關上班的 那種政治的警察 老實講 都在研究賭博 以前就學到了很多 不學無術的東西 就跟你說 要喝 要拔 吃什麼都會 吃檳榔抽菸 通通都會 現在通通都沒了 通通都戒掉 但是就想說 因為我對那個女生 以前當警察 第一個 認識的女生機會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以前我在單位裡面 要認識一個女 那個 可能認識這個女生的 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可以在我那個單位 認識十個女生了 因為我以前管的是 民生東路那個 肥冷翠大樓 肥冷翠大樓 套房四百多個女生 三四百 所以 去都要跟他拿資料填的 你都會看到所有的資料 你都會 你認識的女生太多了 但多到你會覺得說 看到一個女生 第一個 我們年紀輕 沒有說 馬上看女生 看內涵 騙笑的 看女生是直接看外貌 那外貌先看了一轉眼 再來看身材 身材看了之後 再來看他談吐 哪有可能說一開始 你如果這麼沒水準 沒有 以前我們警察 我們警察數字比較多 可怕說他成功了嗎 那個人一直誘惑你 沒有 他沒有誘惑 但是不可能成功 真的我們自己在那邊 你自己在那邊 太太經營一家店 不用趕啊 不需要趕啊 他來我就走人就好啦 讓他覺得沒有 一來我就走啊 連聊天都不會跟他聊天 因為我那邊也有很多 我的好朋友嘛 那人家會傳啊 不過我覺得高清景 他的警員心夠 就是一個女生啊 如果一個人在那邊 喝了五瓶酒 然後一直想找你聊天 這個其實是很小心 而且我們店裡面 還有員工啊 所以不可能啊 員工下班啊你OK 也不行 不行 他會去你媽後面 跟你說你的話 這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有一群 女人常常會講 你老公很花 你老公 反正就常講我很花 我也不知道我花在哪裡 我說電視上趕快徵求看 有沒有跟我偷偷出去玩過的人 趕快來 基層的名利也會反應真實 對啊對啊 真的啊 我敢這樣在媒體上這樣講 如果說以前真的有看到我在那邊 跟人家偷籤的時候 趕快來檢舉我 真的不敢